欢迎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欢迎来到今日 7月23日星期二 由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为大家准备的每日灵修 标题为 当恩典被增实 开篇经文 愿恩典平安因神和我们主耶稣的知识多多地加给你们 彼得后书一章二节 我们的开篇经文告诉我们 恩典和平安是如何在你的生命中被增 这是通过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的知识 也就是说你学习越多 对神和主耶稣的认识就越多 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的做工就越大 当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被增实 结果是什么呢 真言24章5节给了我们一个概念 他说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加增力量 翻译成力量的西伯来语是 他也意味着能力 这就是说 借着对神话语的认识 你的能力被增 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神根据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 赋予我们责任 因此 无论你被要求做什么 都有给你的恩典去完成它 然而 你永远无法超越在你里面工作的神的恩典或能力 这时 你需要增强或倍增恩典 有些人只能管理中等规模的企业 而有些人只能经营小规模的企业 而另一些人则有能力进行非常大规模或全球性的运营 在领导力领域 情况也是如此 你只能在神赋予你的能力范围内领导 当神要提升你的生命时 祂为你所做的就是增加你的能力 使你有能力做更多的事 雅各书四章六节说 但祂给了更多的恩典 你也许会说 那就是说 我只是等 直到神给我更多的恩典 我才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 不 祂已经告诉你怎样使祂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被增 那就是通过对神的话语 对神的epignosis 精确而正确的知识 有了这种被增的恩典 你会变得更有效率 取得更大的成果 Hallelujah 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宣告 神话语的知识在我的灵里增长 使我的能力增加 基督在我里面 所以我在基督里已经充足 凡事都有能力去做 我认识到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运作 使我能出色的完成 他今天吩咐我做的每件事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接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9章8节 彼得后书3章18节 彼得后书1章2节 AMPC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计划 来阅读圣经 《使徒行传》28章1-16节 《诗篇》26-29章 《两年读经》计划 《以福所书》1章15-23节 《以赛亚书》43章 Hallelujah 赞美主 这本每日领袖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